創下中國封城無極限 以及美國內部戰略判斷習近平 事實上確實有可能武力侵犯臺灣的同時 使得美國內部對於供應鏈的危機 跟這一個相關的處境 感到更加的擔憂 美國現在當然關注烏克蘭 在關注烏克蘭之後 烏克蘭這個戰事目前為止 哲倫斯基還有烏克蘭目前是 居於一個反轉的一個狀態 所以關切烏克蘭之後 他們每個眾議員 每個國會議員關切完烏克蘭之後 更關切台海兩岸的一個局勢 那兩個臺灣兩岸其實 第一個是習近平的野心 所以剛剛麥考爾特別講了 習近平跟普丁站在一起 就是邪惡聯盟 當普丁在看著烏克蘭的時候 習近平眼睛都是在看著臺灣 所以認為對臺灣的軍售 這個要下一波 這個拖延了兩年 應該要加快速度 然後當然他另外一個關切是什麼 供應鏈的問題 供應問題除了臺灣半導體的供應問題 中國也掌握了世界很多關鍵的供應鏈 而這次疫情 這個無限制的封城 讓他們都嚇到了 我們知道很多東西都被封了 沒想到連醫療用的稀土 85%都是在中國手裡面 那除了賣考爾之外 然後美國的眾議員已經通過了 習近平入法的軸心法案 這樣還不夠 霍利又來推了一個新的法案 叫做臺灣武裝出口法 認為說過去在審查賣臺灣的武器 因為我們現在可能面對習近平的威脅太重了 要縮短一半的時間 而再過來盧比歐更直接了 應該根據母法 臺灣關係法進行修正 臺灣關係法過去是賣給我們防衛性的武器 現在盧比歐要把它修成是 阻止嚇阻解放軍欺裂臺灣的武器 所以他在做批命的任務臺灣 但是他們在關切整個中國的供應鏈的時候 中國的供應鏈又出事了 鄭州那邊發現說高鐵有人確診乃疫了 所以已經下令七天五月四號開始 逐步出貨 社會面全清零 一千兩百六十萬的全市 都要進行PCR 當然我們會關係的是富士康在那邊 不過富士康因為他們說位於空港區 所以給他一個叫做閉環生產 不受到影響 可其他人都受到影響了 而受到影響之下 你就看到整個過去上海的情況 北京的情況又出現了 而鄭州人昨天開始一聽說風成立 七天逐步出貨 趕快衝到大賣場 衝到大賣場裡面去幹什麼 搶糧食 搶食物 有個畫面出來 有一把青菜 最後一把六個人手抓在那邊 搶來搶去 這個是昨天鄭州在搶糧的採購畫面 大家就趕快去搶 然後六個人搶一把青菜 因為那是最後一把青菜 然後很多人看到已經摘好的豬肉 趕快的一堆一堆的背著就走 就趕快去搶這些青菜 趕快趕快扛走 因為怕後面一封之後就沒得吃了 甚至更誇張的是 有人乾脆把整隻豬直接背在背上 就把他給扛了回去 然後另外一個 他們很怕被封住 所以昨天都大塞車 很多人就想說開車 趕快逃離鄭州 然後這個情況 這樣子就是整個鄭州 所以鄭州這個供應鏈 很多時候大概又會有上海 北京的情況 而北京那邊 現在又有一個新的規定 因為他們發現有一個公共廁所 有個確診者去散了三次 上了三次之後 從他那邊擴散出來 四十個確診者 所以他們現在有一個新規定 北京的公廁 一次只能進出一個人 然後和諧要用證明 才能夠去上公廁 那公廁也變成控管了 不過上海到目前為止 所有一千五百萬的人 這個區域已經是比較輕鬆了 所以可以微解封 但是微解封 很多交通運輸 很多東西不來 所以就一起走到重弦 以前的上海灘 三輪車 首推車 甚至扁蛋 都出來趕快來搶物資了 創下華爾街下修中國的經濟預測的同時 布林肯明天有一個重頭大戲 準備對於中國政策全新演講定調 明天布林肯會正式發表一個演說 而這個演說就是要很明確的說明 拜登和布林肯這個政府 怎麼去面對印太政策 而中國的地位是什麼 他們要處理的方式 正式的方案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個演說呢 因為他們上了一年多以來 雖然只講說中國是最大的威脅 但是面對這個威脅 它的威脅程度有多大 它到底有什麼樣的狀況 要怎麼處理 都沒有明確的講 所以在最後他要把它很清楚的講 而講完之後布林肯也很快的 在一個禮拜之後就會來訪問印太各國 而在這個時候裡面有個核心的關鍵 就是因為要重整一二三島鏈中間的斷鏈 特別我們就看到這個索羅門 因為索羅門被中國建交之後 本來美國要主團去拜訪 中國就搶先了派的人還去做了一個合作的一個協議出來 那索羅門這邊的威脅在哪裡 索羅門在這裡的話 它上面可以威脅關島 後面可以夏威夷 所以二三島鏈斷了 所以印太沙皇坎貝爾已經決定了 整個國務院的新的政策裡面 會邀請這些印太的各國 領袖這些太平洋島國都到美國去訪問 然後另外國際開發總署 國際開發金融公司 會出資出錢出計畫 弄一個和平工作團 幫助他們協作 然後另外一個狀況 美軍也做了一個新的動作 就是在菲律賓南邊的蘇陸海 我們看這個地圖裡面 蘇陸海在菲律賓南盃 然後他這邊巴拉巴克海峽 直接通南海 所以直接通南海 被他們認為是解放軍 進入太平洋的第三通道 第一通道就是共國海峽 第二通道就是巴士海峽 但是如果從這邊進來的話 可以直接穿過去 直接抵達澳洲 然後在今年3月18號的時候 美軍發現中國的電侦船 729號就在這邊停留了三天 去年的時候一艘潛水艇從這邊出去 到達了婆羅宗那邊 所以美國現在已經有6架的B52 在上面去巡防 然後開始要進來 而這個蘇陸海呢 它很重要 它在這個整個菲律賓裡面呢 是特別封鎖 因為南海如果從這邊進來 而且它水深5000公尺 潛水艇可以躲在那邊 然後在二戰的時候 這邊曾經打過 在它西東邊這邊 打過全世界最大的海戰 雷伊泰灣海戰 當時日軍就有個第三支隊 從這裡進來 美軍這邊去痛打1比120 把他們給殲滅 所以抽個雷伊泰灣海戰 日本才會慘敗 所以美國現在 連這個第三通道 都把你給封死 那如果封死這邊的話呢 那你前面的時候 當你菲律賓這邊都被封住 第一島鏈重新補牆之後 也許所羅門的威脅 也就不會這麼大了 好 我們稍後回來